内政部杂重金来征求催生的口号 白万得主张小姐昨天来领奖了 不过表情有点僵硬 感言听起来也像是陈亲文 原来之前她就访问的时候说 目前未婚不想生小孩 就算结了婚也只想生一个 因为养小孩太累了 这样的谈话让内政部张小姐的亲友 都觉得相当尴尬 奖金给第一名得奖人张之金小姐 靠着一句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 张之金打败了两万八千位对手 拿下内政部催生口号百万元奖金 但怎么上了台表情有点僵 我想要澄清一下 我是因为未婚 如果我结婚的话 我会赶快生小孩子 最好是可以一次就生个龙凤胎 谢谢大家 一口气连珠炮不吐不快 因为催生口号女王实在是闷坏了 领取百万元奖金 站在台上却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模样 一会拍拍胸脯压压鸡 一会又是尴尬的笑一笑 从头到尾只在现场匆匆忙忙待了九分钟 立即快闪走人 就是因为当初这句话让他很尴尬 我是没有结婚而已啊 不然我也还蛮想有一个小孩子的 以后我有计划想要申请 原因重现当初的访问就是这段话 帮忙催生 但口号女王自个儿却也只想生一个 说服力太低 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给他压力 就连内政部人员也既巧兴掩护他 快闪离开 就怕多说多错 毕竟催生口号女王可不是保证你生 要增产报国还得小夫妻们付诸实际行动 努力一下吧 这就黄玉芬李文斌 祝贺邓杰 台北最后报道